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此夜場映画 戒力何故 2014年應該是押軸這集的止夜場映畫 應該是 但我們神仕某時會彈一些特別節目出來 未來我會和你量度 因為一月中的時候我每晚都會做這個漠流星群 我們這次好像是一套旗片 這一套其實在變線這一套不是聖誕的合家歡大片嗎 都應該算合家歡的 但裡面竟然有生離死別 要打壞人 甚至毀滅世界 都很奇怪 名字叫做 我上次和艾力在WhatsApp裡面說 不如這樣 今個禮拜我們講Big Hero 6 然後我就回覆他的訊息 PTU6 這麼快第六集了 應該是這麼謹慌的 其實OK的 之前他也拍了一堆不是大電影 放在電影台出碟 可能第六集已經拍了也不奇怪 這套在香港譯名叫大英雄聯盟 裡面真的有六個英雄 但有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是五個 第六個就是男主角的哥哥 製造出來的一隻機械人 機械人最初是非常可愛製造醫護作用的 誰知道故事的戲鬼非常簡單 男主角原本是一個無心向學 掛著他做機械人打鬥的不良少年 結果有一次 哥哥帶他去一間大學的實驗室一看 發覺好像別有動天 而小朋友就說 我要讀大學了 我要學會怎樣做機械人 誰知道當他可以用一個很厲害的納米科技的創舉 他得到學校的修錄他之後 那個晚上 學校發生了一場意外 是甚麼事呢 一個大爆炸 哥哥就很慘烈地犧牲了 結果男主角非常低沉 那個時候 醫護的機械人 香港這個神來之筆 亦做醫神 這個吃得漂亮 是呀 他白色好像一團棉花糖的機械人 變成了藍竹的守護神 去安慰他 去慰藉他的心靈之餘 還要幫他找出誰殺死他哥哥的真兇 這個很厲害的 你問我就是 氣軌很簡單 其實中間有兩個很好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 他虛構了一個新的城市出來 叫做聖坟通橋 即是三藩市加東京 近年間你發覺美國的創作人 是比日本的創作人更加日本的 即是將一東一西 已經是二合為一左了 你看回當日的《刊戰太平洋》 其實我可以保證 很多日本的導演或編劇都寫不出 那種機械人的 日本機械人的熱血 San Friend Tokyo 即是要將三藩市加東京 所以裡面的環境 又有三藩市的車 上山坡的車 但附近有很多日本的居酒屋 甚至有些鳥居 很棒的 城市的面貌都是合在一起的 是的 金門橋上面有鳥居 很有趣的 很棒的 他們兩個可以飛 後來的男主角設定到無敵 小時候已經可以自己做機械人 去打贏大人 幫他做了一套規格 那套規格我看 擺明是Iron Man 真的這樣也可以 然後他可以飛 上去半空 去鳥居上面 很棒 這個虛構的城市很好 第二就是他玩了一個超級英雄 是較為小接觸的題材 但不是報仇 報仇經常有的 他們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當我一個普通人 突然掌握到這麼龐大的力量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 即你可以做正道的事還是邪派的事呢 沒錯 其實他有兩條氣軌 即是他找真正殺他哥哥的兇手 我不想穿橋 總之奸角都不是奸沙 他都打算復仇 即是兩條復仇 究竟你怎樣去掌握自己的力量 還是反過來 被你的力量掌握了 這個其實是不錯的 所以變成合家歡都對的 看完之後 爸爸媽媽虛紅的小孩說 當時你掌握了力量 這個力量很虛無飄渺的 力量可能是你身體的力量 可能是銀包的力量 甚至乎各方面的力量 你怎樣去做 你依然是這麼尊重別人 還是你有力量就可以向別人施壓 向別人毀滅對方 甚至不留情面 所以變成這個大英雄聯盟 他背後都挺有教育意義的 但是啪啪小朋友會看不明白呢 你問我 他裡面可以非常之好 就是設計了這個醫神出來 如果你傳統都是一隻 我用一個比喻 像這個韓戰太平洋那些 就是硬橋硬馬那些 大大隻那些 反而未必有共鳴 那些可能都偏向男性向 這次的醫神 剛才我說的 他的設定好像一團棉花糖 即是賣萌的 絕對是 港外派的 甚至乎男女觀眾都會喜歡 因為我看到很多產品 之後出來都是這個醫神 沒錯 甚至乎你在戲院 你是支持這個正版 你買票 你好像買兩張 第一陣就送一隻 那些醫神的鎖匙扣給你 另外在日本也好 還是不知甚麼地方 一些扭彈 應該在日本那邊 我看到 是可以二十多元扭一隻醫神出來 吹上去 即是可以奔棄公仔 所以這隻醫神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戰鬥型的機械人 他是醫護 即可以掃描你身體所有的東西 就說你的心理狀況 你的腦下垂神經那方面 你的問題就是青春期 所以問題就是他的背景設得很好 故事有主題重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真正的主角是醫神 其實這次這部電影 我自己還沒看 但反而我挺想去試 我想你也不是看4DX的版本 我不是 因為有一個最新的版本 現在暫時香港只有一間戲院 在旺角新重開了一間戲院 但我去了尖沙咀 另外有一間 那間的椅子都會震的了 我特意找了會震的座位去看 是有幫助的 而且這次是說 如果你看4DX的效果 會有很多水噴出來 煙霧泥漫 會有這些效果給你的 所以這個其實 我也想再去看多一次 因為上次我就 不如我舉手跟著你 不如我們一起組團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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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這部電影 整個畫面的效果 比不比美到過去幾年 大家看了很多出色的動畫 其實過去 突然間我們發覺 迪士尼是走下坡的 被Pixar那邊追過了 開過了 但近 你試想想 迪士尼近這幾年 最成功最大的Noise 那部動畫 就是一部2D的冰雪奇緣 是的 在之前 前一年 在遊戲世界裏面那部 這部 去到大英雄聯盟 算是迪士尼 拿回一個動畫王者的契機 這次其實他的視覺效果是很震撼的 當然也是3D 但問題是他很多在天空地下 最重要是他玩過納米的機械人 當然我都嫌他納米機械人那邊 那個幻想空間不夠多 極其量現在都是寫一些浪出去 甚至乎他變的外形不算太豐富 其實是更加多的可能性 但問題就是 只是Eason已經殺了你 即有角色是很搶的 夠賣的產品 夠收到錢的了 還有他也是有個冰雪奇緣的方程式 就是奸角其實不是最奸的 是的 他其實原來也有一段很悲慘的過去 即是有些攻心計 其實他也很無奈 他也是受害者 哎呦 很多服膳 所以變成了他這個就是豐富 而且他裡面真的有教育意義 最重要是他探討了 當你掌握了力量 當你可以去報仇 你會怎樣去做 這個很重要的 即這個無論成年的觀眾 還是小朋友的觀眾 都有反思空間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對成年人觀眾 更加有反思空間 所以這一部是合家歡 當然中間始終有生離死別 但那一段我第一個感覺像什麼 就像一套日本動畫 天園突破 男主角面對他叫他爺爺哥 阿里基 那個很型的角色死亡之後 我覺得整條招式是一樣的 但參賽者就是怎樣 他振作回那一刻 這次他是靠一個很可愛的Eason 那些很棒 搞到我也想擁有一隻Eason 那怎樣也要先給個分 我剛才也說了 我唯一有一點失望 或者覺得可以有進步空間 就是那個納米機械人 如果那個可以再變化多一些 或者視覺效果再搞笑 或者更豐富一些 很厲害的了 那現在我是給93分的 嘩 碰到九字了 可能我們兩個看完那個特別版之後 我會給高點分也不奇怪 好啊 既然要花錢看電影 反正3D都過了 即是要三位數了 那倒不如給多一點點吧 簡直是探盡了所有效果 好吧 我們明年見 拜拜 新年見